本期话题自古文人怪癖多 咱们一说文人呢 感觉都喜欢标新立异 就拿古代文人来说 多少都有点特殊爱好 就所说有点怪癖 你比方说唐代有个诗人叫张继 啊 就写出还君明珠双肋锤 恨不相逢未嫁值那个 他的爱好实话 万里说这个还挺正常 但是他的爱花如吃 爱花如命 啥都没花重要 有一次去别人家呢 看到有一朵硕大的山楂花 他相中了 非得跟人家换 给钱不要 给东西不要 最后拿啥换呢 把自己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妾 跟人家换 你说这爱花得爱到什么程度 还有家人妻子的王灿 爱好是听吕叫 一听到吕叫就心情舒畅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朋友送葬那时候 曹丕呢 还没继位呢 在里边呢 曹丕就倡议大家一起学吕叫 嗷嗷嗷嗷的叫着 你说这些怪体 甚不甚人啊 晚清闻人最有意思 你像张之洞被称作香帅 就处留香那个香 他的爱好是什么呢 看别人醉酒 就我自己呀 不喜欢喝酒 但我喜欢看别人喝 还得喝醉了 看别人喝醉 你看摇摇晃晃 丑太百出 真好玩 因为张震东这个爱好 和他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 爱好更不一般 他喜欢给人写晚联 都是人死了写晚联 那周围没那么多死人怎么办呢 他就给活人写 亲戚朋友都免不了他 都给写一份 那人生自古谁不死 等死了不就能用上了吗 当然了 他自己也知道 人活着就给人写晚联 这二号不大好 所以写的时候都是偷摸的 结果有一次呢 他没瞒住 被朋友给发现了 他这个朋友呢 跟他相处几十年的铁哥们 当年都是同榜进士 被称作精中四子的腾腾 有一天春节呢 汤鹏呢 去曾国藩家串门 在书房等他 看他写了一半的对联啥的 其中有副对联的 旁边提款赫然写着 海丘人凶千古 因为汤鹏自海丘 他们一看几眼了 你啥意思 打过年你给我写晚联 你咒我干啥 我招你惹你了 气得腐朽而去 回头就打发下人 跟他说 咱俩断交 你解释啥我也不听 所以你看这些爱好呢 被称作怪癖 确实是 那这些怪癖呢 还真不是为了标新利益 可能跟他们的特殊职业有关 需要大量的灵感 而也会产生大量的精神压力 那么为了获得灵感 释放压力 就会产生怪癖 可是咱们看历史上这些文人呢 还有一个现象 除了个人这种独特的怪癖之外 每个朝代文人呢 往往还会有集体的怪癖 那怎么回事呢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古代文人的那些集体怪癖 首先咱们说 魏晋十七文人什么怪癖 吃药 现在一打招呼都是说 你吃过饭了吗 你别管早上晚上 反正一天三顿饭呢 半夜还能吃夜宵呢 所以呢 这句话简直是打招呼的万能剧 而在魏晋文人之间 见面打招呼什么的 是这样的 你吃药了吗 你要是吃了 大家哈哈哈哈开始聊天 你要是没吃 人家都不带你玩 瞧不起你 说什么好药 大家这么喜欢呢 其实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药 叫五十散 说这个药吃完之后呢 对身体的危害副作用非常大 而且还不定时的发作 毒性一发作起来不得了了 有的头疼 有的心脏疼 有的昼夜失眠 神经衰弱 有的大小便都不出来 有的浑身长疮 有的四肢负重 那这种毒性发作 由于是五十散的毒性发作 被称为十发 你看这十八 咱们一听都挺吓人 可是在魏晋时候呢 很多文人以十发为荣 为啥十发了 证明你没撒谎 你今天真吃药了 这种特殊炫耀方式 在史书上还记载这么一段笑话 北威孝文帝的时候呢 洛阳城很繁华 特别是洛阳中心地带 闹市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若有一天呢 有这么个人啊 走到闹市中心 突然膝盖一软 身体意外 当机就倒了 而且还滚来滚去 撕扯自己衣服 一边扯一边喊 好热呀 好热呀 那时候吧 还没有碰瓷 所以周围一大帮看热闹 你就问说你咋的了 要不我送你去 去看医生去 这人说我呀 我十八了 就是我吃着五十散 只要发作了 围观里有他邻居 跟他特别熟 就乐了 说你十发啥呀 你就是个卖肉的 你哪吃过五十三呢 你以为你闻人呢 这人脸挂不住了 大伙看他笑话他 戏还得眼呢 他硬撑着回嘴 啊 我十八了 我昨天在市场上买米 那米里全是石头子 我吃了一大碗带石头的米 我 我这不十八了吗 胃疼 你看他给自己往回院 所以你看不敢吃 还想让人高看一眼 结果弄巧成桌 反而成笑笔 可以说 在当时 吃五十彩是文人名士的标配 简直就是有文化 有修养的象征 那说五十散有这么大毒性 为什么大伙还吃呢 这五十三哪来的呢 哎 他最开始啊 他还真是有针对性的治病良药 但是咱们指的中医 讲究一人一方 辩证实质 就这药啊 可能是 五支蜜糖 二支披霜对我有用 对你不一定有用 这五十三怎么来的呢 是曹操的养子和燕发明的 这个和燕呢 他父亲死得早 他妈长得漂亮 咱大伙都知道 曹操作为文人也有个怪癖 特别喜欢那已婚的女人 他就看中了和燕的母亲了 自然的呢 曹操权力大呀 他就成了和燕的后爹了 而且呢 他对和燕十分宠爱 可是曹操的儿子曹皮呀 不喜欢和燕 曹操去世以后 曹皮继位 这和燕就没戏上了 势头不顺 领导看不上的 处处受打击 导致心情抑郁 体弱多病 整个人呢 形容哭狗 瘦得叮蹦当的 还被当事人称为鬼用 就是跟幽灵鬼似的 为了治病呢 他经常吃药 但惠儿都是中药 他自己搭配 常吃药有两种 他常吃的一种呢 叫猴狮黑散 是治疗凶嫩恶心的 一种是紫时寒黑散 主要是治疗久病所致的 虚劳寒疾 本来这是两味好药 可能嫌弃吃着麻烦 把两味药放在一块了 又删删剪剪 自己又配点东西 最后呢 他给起了名字 叫五十彩 当然也有人考证说五色散呢 秦朝就有说 那时候叫五色散 还有说是东汉时期 张仲景发明的 但不管哪种说法靠谱 何燕呢 都是当之污愧的代言人 什么五三 发扬光大的第一人 何燕吃了之后呢 他本身就虚呀 就弱呀 还管用 气血通畅 浑身也不冷了 重要的是这五十散呢 还能让人产生幻觉 心情好 还能美容 据说何燕吃完五十散 皮肤白得不得了 曹丕就怀疑他呀 化妆了 网上抹粉了 非让他在太阳底下吃热汤面 一边吃一边擦汗 结果发现何燕这个脸色 一点都没变 还越晒越白 一下子五十散就出名了 而且在大伙的口口相传当中啊 他成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万能药 甚至还有长生不老功能 一下在文人圈流行了 因为何燕本身呢 有才 文人圈里还算个领袖 所以咱们看未进的文人 有什么特征啊 穿着木鸡 宽袍大袖 都飘飘若鲜 其实都是吃五十散吃的 因为活血 所以浑身发热 你不宽袍大袖穿不羁 热得受不了 不光如此 当时文人都特别爱运动 没事就出去溜达走全干嘛 也是为了散热 这过程又叫行散 啊 现在咱们说出去散步 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散步的词就来自五十散 那么 未经文人 其实咱都知道这个药对何燕有用 你身体不虚不弱 你吃这药肯定就有问题了 但是大伙知道这个事 为什么还都吃呢 这里头有深刻的原因 其实五十散在一定程度上 就如同一致幻季 就如同麻醉药 它跟现代很多呀 就是搞艺术的人呢 啊 被地理吸毒和这多少有点关系 未经 咱们大家都知道曹氏的费汉自立 这是胃 司马是右窜位 有了进 这等于什么呢 曹氏被骂为汉贼了 文人好不容易接受 曹氏的正统啊 司马是又跳出来 又成了窃国者的大盗 所以这两代贼朝呢 有节操有骨气的文人了 基本都望而却步 而且这两家争权的过程 把朝廷闹得乌烟正气 当权者的眼睛 都放在自己家族利益上 没心去治理国家 这样的朝廷也让为人失望 所以当时文人很低俗做官 你看那时候的姬康 天天在家打铁 因为他朋友山涛推荐他做官 他给铁哥们山涛啊 写了封信 教育山剧园绝交术 俩人绝交 你说文人不做官能干嘛呢 一身才华 报复无处施展 不憋屈吗 为了缓解憋屈 只能从虚无缥缈的 神仙境界当中找精神寄托 五十散正好符合了 当时文人必是求仙的心态 所以这飘飘渺渺的感觉 很多人沉眠其中不能自拔 就成了这种集体怪癖吃药 那说魏晋文人很可怜 吃了毒药呢 还网球生鲜 最后带着一身毛病早早见上帝 拿着怪癖可以说特别伤身 到了唐朝呢 这文人好过多了 这时候文人的集体怪癖什么呢 逛青楼 有人说逛青楼就跟逛窑子 这些人就贪图皮肉之欢 我在别的节目也曾经专门说过 像在大唐雷音寺里做直播的时候 我说青楼和窑它不是一回事 那窑子是卖身 青楼呢 是卖意不卖身 当然呢 你要跟着卖意的女子呢 好上了 那她后边跟你从良了 或者真的伪身于你 那是另一回事 而且逛青楼呢 不光得有钱 你还得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人看不上你 古时候的爱情往往是呢 和青楼妓女有关 因为青楼妓女既有文化呢 这相对有自由 你说那个一般为人 娶个媳妇之前都见不着面 新婚之夜 掀个盖头 叫我老婆 俩人哪有爱情啊 哎 所以逛青楼不是我们今天想象这样 涂皮肉 直婚逛窑子 说为什么唐朝文人集体的癖好 是逛青楼呢 你从唐诗里就能看出来 当时很多文人呢 太喜欢逛青楼 几乎每一位大诗人 都给青楼妓女写过诗 你像李白呢 就写了三十多首 跟妓女有关 是你比方说江上英啊 美酒尊中指千胡 啊 赛季随波任居留 还有呢 他写过邪季东山去 春光半道催 夜若桃李 生入境中开 这都是写给妓女的事 还有白居易 咱们现在不总说樱桃口小蛮腰吗 那都是人家白居易夸妓女用的 原时是 樱桃樊溯口 杨柳小蛮腰 这樊桃跟小蛮是谁 白居易最喜欢的青楼女子 他还写过呢 兴无暗毒和防罪 纵有声歌不费音 诗之画船何处缩 洞庭山脚太活心 你看诗之画船是什么 什么叫画船移动的青楼 说白了 水上青楼 当然 他写着歌迹最有名的是那首琵琶行 那么写一个年老过气的歌迹 就连这个整天忧国忧民 一生穷困潦倒 后半辈子都靠朋友救济的杜甫 他也写过 雨来珍惜上 风急打船头 月女红群师 燕姬翠代仇 你看 是 他也是逛青楼 当然 杜甫犹豫穷 那逛青楼次数比里白 白居易少多了 那个时候 文人为啥愿意逛青楼呢 唐代很富 导致很多人呢 都有那闲心呢 可以做学问 不必为生计发愁 所以有才为人就特别多 那么多文人有才特别多 那怎么能在这么一堆人里 让朝廷看到自个儿呢 他就得打广告推销自己 你看全唐诗话 就记载这么一个自我炒作故事 唐初的诗人陈长 很多人知道 他写了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替下 很有才 可是刚到长安的时候呢 无名小卒 温潭不认 为了能在长安待下 他想个办法 怎么朝自个儿呢 安排人在闹事当中啊 卖一把破狐气 这狐气呢 也不行了 破破烂烂 但是要假千金 围观的人很多 大伙觉得不可思议 疯了 结果陈子昂推开众人 不慌不忙走到他跟前 淘千金把琴给买下来了 哎呦 结果围观群众都震惊了 都问陈子昂说 小伙子 你傻呀 花这么多钱买这么把破琴 陈子昂说 别看是破琴 惊我一谈 有如天籁之音 此经乃上古神人所传 不信呢 明天咱们再拿哪个地方 我给大家谈一句 结果 大伙胃口被吊上来 第二天 人传人呐 这人来海了 不光当时围观群众 长安不少知名文人默克 都来看星星来了 结果陈章一看 人差不多够了 规模够了 把钱拿出来 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讲 说 我乃属人陈子昂 有诗文百篇 奔走金花 陆路尘土 不为人知 为了今日 尽以胡琴传播名声 可谓一探 然而 掩阅之势 乃建功小技 和足军备主义 就是弹琴这事 说白了就是雕虫小技 怎么能让各位这么关心呢 说完 陈昂一下子把胡金摔在地上 摔成碎片了 其实他根本不会严重 就接着事吵 这一下大伙傻眼了 趁大伙傻眼说 陈子昂呢 拿出自己诗集说 我呀 有诗文百篇 我写得好 但不知道 来大伙看看 就这么把这诗文百篇 分给大伙看 一天之内 陈子昂名声大振 你看这炒作手法 你说一般文人 要没这头脑 打他怎么做广告呢 就我说这个逛青楼 找代言人 就青楼记 你想文人都逛青楼 达光贵人也逛青楼 那青楼女子不得抚琴唱歌 唱的啥呀 往往是文人们写的诗 因为逛青楼先是骑楼再诗 在这个 楼下边你写诗词拿上去 这青楼女子都有文化 一看行 她找你上来 往往谈词唱曲呢 也都唱你写的诗 那谁跟妓女关系好 这妓女觉得她有文化 她的诗写的好啊 唱的就多 这一下就出名了 就跟现在明星的拼流量差不多 你看历史上有个有名典故 叫齐听画壁 说的就是这种了 赛时的过程 那唐代有三个著名诗人 王昌林 高氏 王之焕 来去著名的酒楼啊 这酒楼叫齐平喝酒 喝酒吗 仨人就吹上了 说我有名 我是写的好 我有名 我是就仨人争不过来了 怎么办呢 招来四个歌迹 来来来 跟我们唱 你看她唱的谁的事 谁是多 谁就牛 当然这属于呢 她没告诉他三人是谁 这我第一个妓女张嘴唱了 韩语连江夜入舞 平民送客 哦 这王昌林的 王昌林在墙上画一横 我的 不一会第二个歌迹 唱一台和季母 哎 告诉我的 画一横 当然这中间呢 也唱别人的诗玩 赶上他们仨来 他们仨就画一横 就过了一会儿呢 又出现了 王昌林的诗 语言不及寒压色 由带昭阳日影来 这王昌林很得意 不一会儿又有告示的诗 你看 半天没有王志焕的诗 王志焕脸有点挂不住了 他看来看去呢 他跟这俩哥俩说了 哎 这里头你们看哪个歌女最漂亮 说这个这歌剧最漂亮 哎 他还没唱 王志焕说 那几位唱你们的诗 那都不是明觉 不是花魁 这位花魁 他张嘴要唱 唱的不是我的 我这辈子不跟你们争了 向我这最漂亮的歌迹开嗓了 唱的啥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人山 枪敌何须愿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氏焕一听 拍啪大叫 你看我说的吧 这诗是我写的 你看看我的诗最好 当然 到底谁是最好咱不说 就是这典故说明啥呢 在古代呢 没有报刊广播电视 没有自媒体 这些传媒 那青楼女子就成了新闻学作品传播的重要途径 所有历史学家就考证 李白为啥能留下这么多诗呢 跟他喜欢逛青楼是有关系的 而杜甫在活着的时候不咋出名 就青楼逛得少 没人帮他宣传 而在他死后呢 遇到个死中粉韩玉 韩玉 黄宋八大家之一啊 他无意间发现杜甫的事 特别喜欢他还有权力积极帮他做广告 比方他写里一度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就这么着杜甫出名 所以唐代文人呢 喜欢逛青楼是为了打广告 为了作品广为流传 为了出名 那出名为了什么呢 别让大老板知道啊 叫黄的 再不计惊动高层领导 说不定得到谁赏识 就能推荐给大老板 最终结果就进入仕途 你看咱们刚才讲了历朝历代的 这些文人的集体怪癖 咱们说文人呢 身子板弱 手无腹肌之力 可是你看宋代文人的集体怪癖 是什么 愿意带兵打仗 为啥朝廷给逼出来的赵匡英 黄袍加身 陈桥并便 兵便之后 他怎么想啊 我这这这个因为带兵啊 才能造反呢 那我下面造反怎么办 北九十兵权 所以宋代皇帝比较反感武将 哎 北宋的皇帝觉得武将不靠谱 那总得有人带兵打仗 就让文人去 所以文人被朝廷逼得集体会打仗 到晚明的时候 文人喜欢啥呢 帮大款 吃大货 这也是皇帝逼的 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老粗一个 他看不上文人 到了晚明呢 更是 这文人势头艰难 这一艰难呢 要商人捡个漏 朝廷不要 我要 所以那时候商人呢 养个文人 开场酒席常有的事 所以晚明以后呢 商人渐渐摆脱下酒流身份 有点低位了 打到文人给抬举 这是互相吹捧 互相合作 所以咱们看文人的集体怪癖 说来说去 其实都跟朝廷的权力有关 都和做官不做官有关系 为啥在以前读书没别的出路 不为良相 极为名医 要么当大夫的 要么你就当这个官员 文人也不是呢 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职业 读书说白了 最后就是为走上仕途 你不像现在时代 开放了360行 行行受代价 甚至你专门做个文人 专业文人 你不做官 你就写书啊 干什么的都一样 大把赚钱 受人尊敬 能养活自己 还有社会地位 所以说呀 文人没有 集体怪癖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结局 文人 3 5 数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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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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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